最新的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在政論節目當中說 韓國瑜在北農時期 每一年都喝酒300天 常常中午就醉了 下午規矽到3 4點才開始辦公 他又說他說了這個話之後 辦公室被韓粉打爆 他就轉了一個彎說 我的意思是擔心他的身體 說這樣子喝對身體確實不好 未來的韓市長不應該要這樣 要保重他的身體 這也轉彎轉得滿快的 另外剛剛說網紅 現在到底還紅不紅 有一個網紅直播主法拉哥 他在選前是高調力挺韓國瑜的 但是最近突然說他不滿韓國瑜 賣香蕉只爭取對企業化農民 有利的外銷訂單 說韓國瑜是踩著農民的肩膀 去當官還要到市政府去丟香蕉 他頻頻的上這個三例的政論節目 飯類嗆韓國瑜非常的可惡 表示說他要去市政府丟香蕉抗議 這個也讓大家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另外最近網路上面流傳一篇叫做 連在台灣的外國學者都認為 韓流傷害了台灣的民主 這個論述邏輯也非常的奇特 他是加拿大的兩岸議題學者 叫做扣蜜將 他發表了一個文章說 韓國瑜團隊韓粉 有如得了說謊強迫症 說韓流是對民主社會的威脅 結果這個人到底是誰 這個所謂的在台灣的外國學者 他就是在小英教育基金會 想想論壇裡頭的英文版主編 原來也是自己人 所以這一連串 卡韓黑韓的這個做法 仍然是把韓國瑜當成 最大的假想敵嗎 我先講這個空蜜將 這個Michael他其實 他的太太是民進黨的 前國際事務部的副主任 有跑民進黨的記者 問題是自己人就不能寫文章嗎 可以 像大佬你看寫的文章 大家都拜讀對不對 就是說至少就是 但是他是誰的字眼 什麼意思 大佬就是大佬 就是品牌 沒有 不能比 大佬好 重點是在於 這個Michael他當然可以 就是認為韓流是危險的 而且是撕裂台灣 他可以這個表述 只是說好像看到 就是同一時間都出現 就是外國記者 他現在其實除了他是想想論壇的 主編之外 他的 他在揭露他自己的身分 對 就是他的夫人也是 他長期其實也就是屬於 比較支持民進黨 這個大家其實如果後續 再去查他資料 所以這也不是什麼抓到了 或者是起底 而是說其實大家就 就像我發表我的看法 就代表我 大佬大佬這樣子 大家就是你可以去了解 就是有人認為韓粉 這個是危險的 這個人是誰 這樣就好了 不用掛一個說 連外國記者都看不下去 韓流在台灣撕裂台灣 那就不必了 這是一點 至於法拉哥 法拉哥他去丟香蕉 他認為這個香蕉的事情 沒有處理好 這個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評 因為法拉哥之前 在雲林的時候也有跟 他可能都習慣性比較過激演出一點 那一天去幫張麗珊他也嚇過 其實也好像也沒有到那個程度 他可能比較心情上會浮動一點 但我要講一下這個 全國不分區的市議員王浩宇 全國不分區 他最新的崩號是全國不分區議員 因為他是無差別攻擊 就是桃園市議員 然後一直在監督高雄市政 對 當然他也可以發白的看法 但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 我絕對 我也在我的文章 或是其他的場合講過 我絕對相信韓國瑜 在北農期間的時候 有在酒院上面 因為你北農大家來 對 就是示範 他現在公布了四張照片 網路就會講說很好 四張照片公布了 另外296張 他說今年300天就在公布四片 你如果話講得太 大家就會去質疑 就是有必要講到這樣嗎 台灣各地都有果菜市場 台灣各地的果菜市場裡面的總經理 要不要賠這一些 你賠償 對 大家要去吃飯 那去吃飯有沒有酒 有沒有喝到爛醉 到365天 300天爛醉 在辦公室攤掉以後 然後4點突然我醒了 來 吳宇寧就是不會喝小材了 好 那所以就是說 就是吳宇寧有沒有陪喝 或者說這個北農總經理 要不要去跟著一起喝 重點在於這裡 我覺得這個東西有一點點 違背一般人的常識 就是365天 300天都在醉 你如果說要學會太好嗎 這是第一點 感覺違反了牢記法 他不在工作這麼多天 第二個 他今天也公布了一個照片 說是跟國台網的人吃飯 那是四張照片 我給大家看到 國台網其實是台灣登記有案的 我還去查到他統一編號 國台網是台灣成立的 一個王姓的人他成立的 他是做什麼的 大家看一下 國台網是台灣的中央市場 就是國外市場 所以是不分區議員公布的 沒有 不是 他還沒有講 他只是問說 他的意思說 你怎麼跟大陸人吃飯 就是說這個不分區議員 他是講說 你怎麼跟大陸人吃飯 你出來給我講清楚 是我不公布 你就不回答是不是 那我會跟大家講 我去查一下 國台網其實是在台北市 有登記在案的公司 他負責把北農的這些蔬果 賣到北京 其實就是一家 等於也就是一個月交公司 那這些人 工產業交公司 對 就是這公司 台灣公司 這公司 台灣公司 他負責去 只是負責賣到北京 對 他負責去代理北農的 我現在了解到這裡 還是回到那一點就是 韓國瑜今天在高雄 也有接受訪問 他說他在北農的時候 他說有人講他365天 364天都是醉的 只有除夕那天醒著 然後哈兩聲你相信嗎 就說沒有必要 為了 因為 工產品應該這樣講 韓國瑜在北農期間 或是說他過去在 也有人去講說 他當立委第四屆跟大王 那時候也有一起 說他都沒有在質詢 他有說過他以前當立委 到最後 他也覺得他沒有施展開來 他沒有那麼熱衷於 他有講 另外一個他在北農期間 他有沒有講說 我是滴酒不沾的 我每天都是吃三面粉 他也沒有講 他會去跟這些人訪問 所以你今天突然說 他都喝酒 我們知道 大哥300天 你要拿出證據 而且300天才爛醉 對 他現在是說 他的邏輯是說 韓國瑜為什麼每次一出國回來 或是迷陀他就要休息 因為他已經身體壞掉了 為什麼壞掉 因為365天 300天都爛醉 這樣子講會不會太誇張 其實整體看來 既然他是從網路出發的 一個議員 我想他對這一塊 他一定相當的了解 到底談誰有流量 或者批誰有流量 我想他都有一定的 這個相當操作的手法 只是韓國瑜這件事情 其實就我們平常 民意代表對這個 農業會來了解的狀態 確實農業會要跟他們保安 要拉近距離 恐怕也是要有一些 是最快的方式 所以其實當然在什麼位置 做什麼事情 韓國瑜當時在當北農 這種經理 本來就會有這個場合 跟這個機會 然後民意代表 常有這樣的機會 如何把自己能夠表現到最好 我想舊事重提 我想最好是不要有其他的影射 如果就他過去是一個肯定的話 我想文化的議員表現得很好 然後如果未來的期待 我覺得他也要說得出來 不要只是說不分區 去做其他的區塊的做批評 我想這是有一點不必要 我們自己也會很小心 不要說 我自己不是很了解的部分 我特別去來提出來說 做攻擊或者做一些批判 然後最後我提不出 這個數據或方法來 我想這可能對自己本身 都是有傷的 我還是要 tetap 上次登山 不然而言 我還是 telev�子 都是不得 我一直以為 不是不得 我們是不得 我沒有人 我一直以為 我不會想到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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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